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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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卡洛斯 有看過年前的朋友 就知道我手上是用DHT11 和Noketam CU 製造出來的一個溫濕度 全感器 老實說這只不過是一個教學實驗 因為將這個東西放在窗台 用途比20元的溫度還差 連小運都說沒用 但不要忘記節目最後 我教大家發育我之前的節目 尤其是看Blink運用那幾集 因為只要將Blink 和這個溫度全感器結合 就會有很多用途 沒錯 大家可以看卡洛斯 的Arduino編程和應用系列 裡面已經有十幾集 當中有幾集是特別關於 密聯網的應用 而在系列6和系列7裡面 我曾經提過 有一個APP叫Blink 我們來看看Blink究竟是什麼 Blink就是一個IoT 平均 非常容易使用 它說明 建立你的第一次IoT應用程式 5分鐘就可以做出來 那麼 它的要求就是 你有一部電腦 或者是Android 或者是IoS 而你有IoT hardware 即是剛才我們所教過用的NodeMCU 另外 你要有Internet Connection 即是現在你身處這個房間 也有WiFi或者網絡 那它要求你做什麼呢 才是下載你的Blink 接著在NodeMCU 設置Blink Library 接著接駁硬件 接著就可以控制了 我們現在模擬一次安裝 大家可以按照這樣安裝 安裝完之後就開啟 第一次進入Blink的時候 大家應該看到這個畫面 為什麼來到這一刻呢 我會提醒大家 去看回Blink這個APP 因為大家看回這幾集 我主要都是教大家 我怎樣利用Blink 在室內或者室外 控制家裡的電器 例如著眼燈 或者著一把風扇 但之後我又拍了幾集 有關OKGoogle的使用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用Google Assistant 控制家裡的電器 更方便一些 但今天的做法不同 今天我是想跟大家分享 怎樣用Blink 待會接收家裡的資訊 例如知道家裡的溫度 和濕度是怎樣 那你猜有什麼作用呢 很簡單 媽媽的家裡 如果太熱或者太冷 沒錯 我可以製造一些自動裝置 直接自動控制室內的溫度 但既然我都可以用OKGoogle 我為什麼不自己監察 家裡的溫度、濕度 自己人想控制家裡的冷氣機 或者暖爐呢 沒錯 基於這樣的處境 所以有今天的講解了 好了 如何安裝Blink 大家可以看看系列6 現在我要教大家 如何在Blink 寫出這個畫面 其實非常簡單 大家先開一個新的項目 然後 為它改名叫做 溫度濕度計 之後就是選擇 Devices Devices 就是我們的 ESP8266 NodeMCU 我們給它名叫 Temperature 其實當你製造這個項目 就已經有一個 E-mail 發送到你的E-mail account 這個E-mail很有用 你忘記了都不要緊 可以再E-mail多次 好了 接著我們回到外面的版面 就是你要加兩個新的Widget Box 去看溫度和濕度 當然你可以幫它改名 還有 記住要將Input更改 由於這個不是實體一個針腳的Input 來的 我們就 assign一個叫做 V5 虛擬針腳 給這個溫度 溫度的Range Z0至50 已經綽綽有餘 對香港來說 至於Reading Rate 我們選Push 濕度 情況一樣 我們 assign一個V6 的虛擬針腳 給它 Range 就是0至100 也是Push 至於下面 你可以自己加一些圖表 也可以 例如我 就加一個 溫度和濕度的圖表 圖表的設定都是一樣的 按旁邊 這個 好像Equalizer的東西 就把Input 設定為V5 或者V6 這樣設定已經搞定了 待會一按這個Play 它就可以運作了 之後呢 就要回到NodeMCU 看看如何計劃 第一次做 我就試不勝責 簡簡單單寫個曲 可能會有很多筆 頭的三段曲 就是按照抄回以前 我寫過有關Blink的應用 應該就沒什麼錯了 第四句 就是自然有關DHT11 這個溫濕度傳感器 至於下面這句 那麼長的首權碼 就要回去Blink 給你的Email 找回來了 而下面這兩句 就要輸入你現在的NodeMCU 在你家上網的WiFi網絡和密碼 搞定這三句 就是設定的部分 而我要講一講 就是下面回路的部分 回路的部分 一定有Blink.run這一句 用來激活Blink Server 下面這兩句 熟口熟面 就是在DHT11 讀入溫度和濕度 最後就是把T和H 這兩個浮點變數 傳送過去我們所設定的V5 和V6虛擬針腳 而每一次傳送之間 Delay 1000微秒 就只要離開一秒 之後我們編譯和上載NodeMCU 而NodeMCU 和GHT11的接線方面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的一集 兩件事都準備好了 按按按要Play 我們就知道效果會怎麼樣 表面看到正常 溫度和濕度也是會變化 但有時資料會清零 亦有試過出現一些奇怪的資料 例如大於100的數目 或者負數這樣 用就好像用到 不過我發覺 那個資料 有時候會跳動得很厲害 我覺得Refresh的時候 HT11有時候讀得不好 讓我上網參考一下 其他人寫個曲 參考過幾個外國的影片之後 我發現很多人都會把主程式 寫入一個叫做Sense Sensor的功能 那些讀入溫度、濕度的語句 都是放在Sense Sensor裏面 最主要就是下面這一段 它會判斷當DHT11讀不到東西的時候 就會跳離開Sense Sensor這個功能 如果沒有跳離開 才寫入V5和V6 這兩個虛擬針腳 之後我們還加了一個 Timer 去計算每一秒 才去Call這個Sense Sensor的功能 加了 Timer 就比就這樣加一句Delay 一千微秒更加可靠了 好,所有東西都搞定了 讓我抱小雲回窗台先 哈哈,這次修改了之後 我還試試走出街 而且還去到哪兒 量到哪兒 看看在不同網絡環境之下 收到的資料 究竟準不準確 好了,經過這次的修改之後 我發現資料很穩定 但我剛才寫曲的時候 我忘記寫這個OLED 都同時的Display 整天只可以用手機 看我回家 我都想看看這個畫面 好,讓我把原本的OLED 的Code加回到Code裡面 這次我更加重新更新 所有有關OLED的Library 所有的語句也都修改到 配合最新的V2.5.1 之後測試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Blink的顯示 和OLED的顯示 是絕對同步的 有了這樣的設置之後 小雲以後 可以在家 安枕無憂 因為爸爸在街上 都可以知道 家裡的溫度和濕度 幫他開冷氣和暖氣 經過今天的講解 有了這個Blink的配搭 相信大家以後 可以更加創意無限 我是卡洛斯 他是小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訂閱 訂閱 讚和分享 拜拜 咪滴 留言 記得 每個人 bible 知名